哈喽各位粉丝团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车重呢 是三菱的Portis EO 那这台车是E5年款的2.0升 安装的版本呢是KT的道路白 这台车其实我们工厂里面 卖的很好但是安装的数量算很少 那最主要的话车友都是在 台中的武器车 武器车做安装 武器车的话那边也有Portis的实车 可以供大家做试程 然后觉得有OK的话再来考虑 那今天的版本呢 一样是KT的道路版 原厂的便积前面的桶身 好像有一点漏油的状况 EO的版本 它原来的旅程是215-45-18 那车友的话有把它升级成225-40-18的规格 旅圈的话一样是原厂的18寸的旅圈 那我们从前面开始来介绍 道路版本我们所配置的糖黄公斤数前面是7公斤后面5公斤 Portis的话我们都有附上座 前面的话有附强化上座 后面的话有附原厂型的上座 那这个上座的上方就有一个KT的logo 这个logo呢就是在调整软硬的 瞬时针的话它就是变硬 逆时针就是变软 所以EO的版本呢 它原厂有一个拉杆 然后它有一个一个防尘盖 防尘盖盖上把它掀开之后呢 就能够调整阻尼 这边也是 副驾驶座这边也是 那前面的盘黄呢 是237公斤 这台车也有应该有开过直播了 那前面的一些油管固定价位置 它其实是跟Outland都是共用的 Outland我们应该直播比较平凡一些 这个有一个固定扣具 扣住的话呢 它的油管还有ABS感应线 就都可以固定好了 那理载算的部分 就沿用原厂的规格就可以了 所以理载算的话也都不用换 那车高调整的部分的话 预计今天要调整的车高 前面大概两指幅 后面大概一指半左右 这里的话两指幅就是 可以再降低的车高 所以最低的话呢 也就是大概可以轮胎到叶子板 剩下半指 甚至是切齐的幅度 那Fortis的车高其实前面的轮胎到叶子板 这里的距离呢 比较多 也就是前面比较高 后面比较低 所以我们在建议车高的时候呢 前面跟后面的指幅的话 会差半指到一指左右 那里面填充的主牛油 一样是意大利IP 原装进口的主牛油 油风的话呢 使用的是日本ROK的油风 那刚刚介绍的上座的部分 这个上座的话呢 里面有一颗轴承 所使用的轴承 也是日本知名的品牌 是日本KOYO的轴承 那安装完之后 它的这里有一个防塵盖 这三个螺丝孔 扣住原来的上座螺丝孔 之后呢 这个橡胶扣具把它扣着 就可以就可以装回去原来的样子 这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拆装其实非常简单 也不用再拆试盖之类的 所以前面的拆装速度还蛮快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后面的话比较特殊 它的阻尼调整机构呢 在避震器的上方 这个是180x5公斤的 是道路板专用的彈簧 那前面跟后面呢 刚刚有提到过了 都不用附上座 这个是后面的上座 这个有一个好处啦 就是万一车领比较高的时候呢 上座有可能已经差不多快损坏了 那如果沿用原厂上座的话 万一一装上去有异音的话 是KT的避震器有异音 还是原厂的避震器上座有异音 这个就比较难去厘清这样的责任归属 可是当KT有上座的时候呢 第一个师傅在拆装的时候也省时很多 因为不用再把弹簧跟上座分开 来拆下原厂的上座来沿用 我们就有附上座呢 就直接螺丝锁一锁就可以安装了 所以拆装的时间的话 也会缩短蛮多的 那后面的话预计降低大概到剩下 一只半左右 一只半的话 如果车友有预算的话 或者是用车频率比较高 就会建议车主呢 要改阳角调整器 那今天的车友 他的用车频率还蛮少的 所以就有考量过之后 就没有要把阳角调整器装上去 否则如果降到两尺幅以下呢 就会建议车友们要加装 因为原来的角度的话 只能做竖角不能做琴角 原厂这个支币里面呢 有一颗偏心螺丝 那边有一颗偏心螺丝 只能做竖角的修正 这是后面的结构 后面的话要调整车高的话 是把这个托盘把它松开 整体长度呢 缩短车高就变低了 整体长度变长之后 他的车高就变高 这是后面 后面的话阻尼要调整 有的还蛮这一台车 需要把这边卸下来 就比较麻烦一些 但是KT不用 KT的话呢 有附一个延长的调整内 从这个地方穿出来 因为他的后内装的话 其实并没有开孔 可以去调整阻尼 所以我们有附了一个软的延长调整机构 在这里 会从这里穿出来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 算是还蛮方便的 这个是 那 这台车 跟前一世代的01到07的Lancer 是一样的 如果要拆避震器的话呢 需要把这个内饰坛 稍微把它掀开 这里有一个扣具 掀开之后呢 避震器这里有两颗螺丝 Outlander也是一样 从这两个螺丝拆掉之后 就能够把便衣卸下来 也算是还蛮好拆装的车重 后座呢 要稍微先开 后椅背的话 往前先就可以就可以拆开 那这台车 因为原厂就已经一二版本 原厂就配置18吋的铝圈 所以很多车友呢 也会招我们改 加强 强化刹车的部分 那刹车的部分的话 盘径 我们有做到 原厂的盘径比较小 如果要改装刹车呢 它的盘径可以做到 356 可是加纳底的话 我们就只有做到17吋的规格 是325mm的 会比原厂盘径大很多 那当然盘径变大了 自动效果也就变好了 后面的话也有做加大碟 如果车友们有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找我们 那来历片的话 就是一层套的 这一台算是 一般大家都叫鲨鱼头 对不对 也有的版本 原厂的话也是配置的HID 所以在 副驾驶座三脚架上方的话 后方就有一个水平 位置的感应吊价 这个 这个吊价呢 就是在感应HID的水平 就是在感应HID的水平 这个吊价呢 这个吊价呢 就是在感应HID的水平 一种的五汽车 五汽车的话 专门就是在做 这款车款 FORIS的车款 可以到那边试程 安装的话 五汽车安装的FORIS的专业 还有数量也都比我们 KD的工厂多很多 五汽车也有粉丝团 可以到五汽车粉丝团看一下 这是原厂EU版的18吋的鱼车 以上是今天的安装直播分享 那如果车友们有需要设程呢 可以跟我们后台小编联络 谢谢大家 拜拜